球不为了钱 如果是为了钱的话 不是说你为了 你说现在是不是比较很多 可能是比他们这些上大学的 这些还是正多 昔日闪耀的乒乓球奥运冠军 一夜之间沉沦 成为了很多人吐槽的对象 在乒乓球领域 张继克的粉丝数量和年度 敢说第二 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一 当年里约奥运会归来 张继克虽然在南班决赛中 以0比4不敌马龙 但在接机的现场 上千粉丝声势浩荡 他的出现秒杀了所有对手 纵使2016年以后 张继克因商逐渐退出了一线 但在商业开发上 他以年收入6000万奥市群雄 那时的张继克 辟尼万物 他终于体会到了马云的经典名言 钱是世界上最容易得到的东西 站台代言 财富增长 参加综艺 百万起步 直播带货 盆满波马 有时张继克还会陪领导们打打球 乐乐声 这是网络上流传的一段张继克打球的视频 据传这段视频当中 张继克的对手们非负责贵 还有的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在这场业余的切磋局中 张继克也是非常懂事 把人情世故拿捏得恰到好处 曾经的大满贯球员 只能跟领导们打得有来有回 在参加阿里巴巴的活动日时 张继克和CEO萧瑶子切磋了球技 面对身价数十亿的大佬 张继克显然非常谨慎 每一次击球都捏手捏脚 生怕虐了对手 张继克的味球恰到好处 逍遥子张勇几乎只需要站在原地 就能够轻松击球 在某品牌的冠军心动日上 张继克在现场又一次 玩起了人情世故 张继克频频被囚 白衣服的大佬不讲武德 竟然连续报扣 把世界冠军打得毫无黄手之力 这样的张继克与赛场上怒施球衣 综艺节目中傲慢自大的张继克形成了鲜麦克的变化 原来再凶狠的战骚也有它的弱点啊